嗨,大家好,今天晚上录一个简单的开箱 这个就是关于手冲咖啡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工具 磨豆器的话选择的这个是Polix Mini 然后这个应该是用的人会比较多 这个也是看之前Roy的视频里面 他用的这个 很早之前他的视频里面用的这个磨豆器 很小巧 其实做工还是 很不错的 蛮精致的一个磨豆器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调节粗细的这么一个旋钮 这个大家很熟,不多说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装上去 这边就可以装 这个是小的量杯 也可以说是两勺吧 打开看一下 好像我记得有另外一个有两个颜色 我选择这个是银色的这个 触感很舒服 摇满一勺的话是10克 绿杯的话选择的是卡丽塔的101和卡丽塔的102 可能101会更适合我现在的一个需求 因为这个是一到两杯的一个量 这个是102的话是两到四杯的 这个量 然后大概看一下吧 这个102的话是白色的陶瓷的这个白色 有点米白色的这个 然后它也是三孔的 然后101的话是 对,棕色的 更小巧 我是个人非常喜欢这个101 然后这个也是三孔的 这个很小巧 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感觉102的这个内壁会更光滑一些 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滤纸 滤纸的话 因为我最后其实还是考虑着用这个101 所以就没有买102的滤纸 101的话我用的是三羊的 这个好像它是飞木材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一个这个质地 还剩下一个下壶 下壶的话用的也是卡丽塔的3007G 真的是很别致 把这个盖子拿掉 哇,很漂亮 好像卡丽塔的还有一款是 这边是塑料的一个 我个人是还是喜欢这个玻璃一体的这个质感 这看起来一个是比较通透 很干净 然后看起来很清爽 我不喜欢那种黑黑的这种感觉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哇,这个真的很别致 然后这个就搭配我这个101 哇,这个组合是 真的是非常迷你型的 非常迷你很Q 从侧面看一下 对,就是这样 102的话你再看一下这个 感觉 感觉 当然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好,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水壶吧 水壶选的这个是Yoshikawa的 急穿的这个水壶 按照它的介绍来说 它是可以在这个直火上去直接去煮的 然后它也可以在IH的这个电磁炉上面去用 温度计的话 我选择这个是Tanita的这个温度计 因为没有温控水壶 所以还是需要在最后 卡丝炉煮完了以后 用这个温度计去 去测一下它的这个温度 烧上一壶水 然后给自己冲上一杯温暖的咖啡 享受那么短短的这一刻就可以 活在当下 对 好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大家晚安